Java程式设计入门 第一个部分 就是有关于程式设计相关的概念 这个是我们 章节的大纲 主要有几个地方要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Java语言的由来 跟它的平台 还有Java语言的开发环境 另外就是宣告变数 这个变数部分跟其他程式语言大体上类似 还有它的资料形态 另外运算值 这个运算值加减乘除等等的 这个部分也都类似 还有流程控制if 那switch switch就是跟VB里面 那个select case 基本上是一样的 一个功能 那还有像那个重复 就回圈的部分 像for跟fire或者do 那基本上也是类似 功能上反正就是跑回圈 接下来的话 我们第一个来看一下Java的由来 那Java由来其实它 出现得很早 那主要就是要因应什么 智慧型电器时代的来临 那当然例如网绩网路上的冰箱 就直接可以把它放在冰 冰箱上面 你可以再装一个小型可稀式的一个装置 那不管是小型或大型 其实Java的好处就是它跨平台 而且它可以在迁入市政体里面 就可以去执行 也就是说它有一个共通的一个 这个Java JVM 那任何的平台只要灌了JVM 就可以被执行 另外呢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开发团 这部分的话你们可以看一下 本来它原来叫OAK 可是因为OAK已经被另外一个程式员给用了 所以呢它就改名叫Java 那Java实际上 一般 就是热带国家的一种咖啡品种之一 所以大家 你会发现那个图示上面就是一个咖啡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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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图示 再来的话呢 它的成长力道非常的大 它的潜力 这个 不断在进步当中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呢 很多是跨平台的这一些网页都是用Java来做的 像JSP 那后端配合的这种Database 有用MySQL的 或者是用那个 其他像那个IBM的DB2也有 或者像类似SS也可以做 或者像SQL Server都没有问题 那发展的话呢 它里面比如说像Java Applet Java本身的application 应用程式 还有Serverlet 像Java Beam JSP等等的 那现在的版本呢 都是通称叫Java 2 Java 2 那主要原因是从1.4版以后 有很大的变革 所以呢 在1.4版以后的Java版本呢 我们都通称叫Java 2 那现在最新的版本知道是哪一个版本吗 1.6 所以在一般坊间书本里面有所谓的Java 6 6的意思就是1.6的版本 那5的话就是指的是1.5的版本 那当然TQC考试 目前还停留在1.4的版本 1.4的版本 所以很多考生都会问说 到底用哪一个版本 他问了很多考场 没有人可以回答他 我跟他讲说1.4是确定的 你可以看实力评量上面就有写得非常的清楚 使用1.4的版本 那再来的话呢 所谓跨平台就是说呢 Windows跟Linux甚至Mac上面 就是说在Java本身有提供一个所谓的JVM Java Virtual Machine 它只要安装在不一样的平台上 你就可以去执行Java 执行Java 那这边的话呢 这个概念大概 那Compile 等于是说你重新再做一个编译 编译成那个平台的这个执行档 那就可以被执行 甚至呢你可以把它Compile成手机上面可以执行的Java程式 那在手机上呢 就可以被执行 手机上就可以被执行 那几乎现在所有的智慧型手机呢 都支援Java 都支援Java 也就是说呢 你只要会写Java 写的任何的这个智慧 这个手机的程式呢 拿到哪一支手机上 Compile成那个手机平台用的一个执行档 就可以被这个执行 那这个C程式的话呢 当然就是必须要重新编译 那Java不需要 它只要编译过一次 成为一个class的档案 就可以在任何的档案都可以被执行 那这个是C语言的 要重新编译 这个地方 举的例子是C语言的部分 C语言的部分呢 它必须要用Linux的编译器 重新再Compile Windows也要重新再Compile Mac也是一样 才能够被执行 那Java不需要 Java一次就可以 那当然如果又提到VB的话呢 它当然只能在Windows上 因为它没有Linux的编译器 也没有Mac的编译器 当然如果说 微软它出Linux的编译器 就可以了 可是目前看起来是没有 那再来的话 Java它只要拥有什么JRE JRE 这个JRE就是JVM的一种安装程式 那你只要安装好编译器之后呢 它会形成一个叫BiCode BiCode 那BiCode之后的话 接下来你就可以在任何 只要Linux本身拥有JRE JRE其实是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就是Java的执行时期的一个环境 JRE 就可以被在Linux 或者在Windows 在Mac上面都可以被执行 记得是JRE 那另外就是开发的话 特别注意 我们先边讲的是JRE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那如果说呢 我今天要开发环境的话 记得要安装什么呢 JDK 特别注意哦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JRE呢 是只能够被执行 Runt而已 只能够被执行 那Design的话呢 你就必须什么呢 要去安装所谓JDK Java的Design的Kit 就是说相关的 设计时期的一些相关的套件 你必须安装 所以JDK要必须安装上去 好 再来的话呢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所谓的平台 这个平台呢 是一种结合硬体跟软体的一个执行环境 那简单来说的话呢 Java它就可以利用所谓的 这个JVM 我刚刚提到 和Java API 就是界面 Application 就是应用程式的界面 这两种元件呢 就可以 做跨平台的这个动作 就产生一个所谓的平台 那这个所谓的JVM 我刚刚提到 就是Java Virtual Virtual就是虚拟出来的machine 虚拟机器 那这个JVM的环境 不见得每一台都有安装了 那如果Windows 如果说XP里面 它没有安装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执行Java 但Win都是需要先做安装 那刚刚提到Java 必须先编译 成为一个所谓BuyCode 那这个BuyCode呢 跟这个平台无关的 这个机器码 再利用直译器 解译 并执行Java的这个BuyCode 这个比较是 有点是 跟 其他的程式员 不同的地方是 其他程式员是 直接怎么样呢 Compile 成为一个执行党 但是呢 Java不一样 Java不是Compile 执行党 它有点是 Compile之后呢 变成一个什么呢 中介党 由谁去解译呢 由这个 JVM去解译 它不是直接变成一个 EXE执行党 当然这是 一种好处啦 不过有的时候呢 坦白讲也是一种缺点 为什么因为Compile之后 我们习惯 Compile就可以run了嘛 可是它不行 你一定要有一个 JVM的环境 才可以被执行 等于是经过一手 那它的优点是说 因为这样的关系 你只要在任何的平台上 只要有装JVM 就可以被执行 这个有优点也有缺点 那另外还有一个 所谓Java的API Java的API就是所谓的 Java软体元件的集合 也就是说呢 所有的函事库呢 通通都包含在里面 那在这个Java里面呢 它称为所谓的套件 套件特别注意 套件 那它有点类似像那个 有点像Windows里面 我们常看到所谓的DL 或者又有点像是这个 又有点像这个控制项 控制项 OCX那种的一个方式存在 那这个套件呢 又有分成 我内建在Java里面的套件 比如说像Lengs里面 这个Java里面有一些 常用的套件 这个已经内建好的功能 我们就可以拿它来用 那另外呢 有一些是我们自己撰写的 就是我们制定的套件 这两个 当然又有点像 这个VB里面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有内定好的一个DL 或者内建的控制项 当然我们也可以制定DL 跟制定这个控制项 大概大体上有点类似像这样的概念 那它们执行的流程大概是这样的 虚拟码 然后呢 这个地方就直接被编译 成为一个by code 原始码 就我们撰写好 程式 那特别注意 那个原始码的副档名 都是.java .java 的一个文字档 那当然呢 在那个TQC的考试里面呢 它是用的是什么呢 用的是 那个编译环境呢 是用的是记事本 所以呢 其实当然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绝对不可 不会用 那种记事本 为什么 因为记事本呢 第一个 颜色只有黑白的 感觉 写程式 我用黑白的环境来写 真的会眼睛 会看到脱窗 那当然呢 另外就是debug debug也不容易 而且它也没办法怎么样 step by step 竹簧去 侦措 那所以呢 我在后面会跟各位讲 就是说呢 我会用一个很棒的工具 它这个工具呢 就是所谓的ID的开发环境 后面再会跟各位介绍 好 那JVM解译之后的话呢 就是刚刚提到 我 撰写好的程式呢 compiler之后呢 它不是exe 而是什么呢 点class 点class 特别注意哦 它compiler不是exe 是compiler 成class 那class怎么去被执行呢 特别注意哦 就必须用JVM 才能被执行 那在Java的安装 就是环境里面呢 会有一个Java的一个执行档 你必须要透过Java 的一个程式 才能够被执行 等于是它自己不能被执行 而要外部叫一个东西来执行 这个地方是比较特殊 比较跟之前exe的概念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继续来看哦 那这个是一个Java的一个平台 大概的一个结构 你们大概知道一下 也就是说呢 它定义出来之后呢 就是所有的这个 刚刚提到的 它这个run time里面 有没有 我们安装所谓的JRE run time里面 JRE呢 它安装什么东西 在我们的电脑里面呢 实际上你会发现呢 这边就是所谓的内建的套件 这个内建套件里面呢 比如说像常用的像Lang 另外还有像Swing 这个是界面的部分 Io 存取 AWT Net 网络的部分 Ut的 Texter 跟Mass 这个后面都会用到 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套件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先安装在 我们的电脑里面 那Compile 就是我要编译的时候呢 会利用一个叫Java C 的一个这个执行档 去做Compile的动作 可以把我Java档案呢 Compile之后呢 就会变成class的档案 Compile成一个class之后的话呢 那我不管在任何的环境里面 比如说像Linux Windows Mac 或者其他的环境呢 只要有这个环境 我安装好这个JRE的环境呢 就可以被执行 这个概念大概都 就要有 那接下来的话呢 提到有关于优缺点的部分 当然刚刚有提到 优点当然容易学习 不过当然这个容易学习 如果比起VB来看呢 我是觉得还是比较难一点 但至少比C元还要来简单多了 跨平台 物件导向 安全 多执行序 还有支援回收机器 不会浪费你的记忆体 那多执行序就是同时可以执行 CPU的很多的动作 比较有效率 那另外就是说缺点 这边有提到 就是效能较差 因为呢 它透过什么呢 中间就是Java本讯呢 去做这个运作 所以呢 它的效能上面 当然如果跟C元比的话呢 一定是比较差一点 好一定是比较差一点 好 这个是前半步的动作 就是一个基本的入门 让各位有一个基本了解 对于Java有一个基本了解